關於快年被煙火嚇壞的吹吹 嘎逼好像真的嚇壞 半夜完全不睡觉 很呆滞地坐在床上战斗整晚 它們真的超怕 还有打了一个庙会 狗狗因为听力很好 真的会被鞭炮吓到 小时候我家养一只 都会跟我去庙口爱 鞭炮在旁边 它也不怕 你们三个 哪一只要跟我出门 白脸 你们要跟我出门啊 怎麽沒人理我啊 你们三个 三柴一辣长的有趣影片 哪一只要跟我出门 有天四主准备出门时 转头询问三只柴犬有没有要一起出去 但三只柴犬 QB 乐乐 凯撒 依旧舒适躺着完全没有要理四主 怎麽没人理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问到最后 在地板的QB似乎听懂了 起身走向四主要求带他出门 QB还用眼神暗示四主 盯着挂在墙上的背带表示意愿 你在看什么 哈哈哈哈 他在看背带 四主也分享三只柴犬的个性 QB很会使唤人 通常都用眼神暗示 乐乐非常乖巧憨厚却很胆小 台仨很霸道 年纪最小却会欺负乐乐 希望下次三只柴犬可以给点回应 不然爸爸可是会伤心难过 你出门之后我们才能拆家 白柴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拒绝 IG帐号香菇供玩柴有稿头 日前分享柴犬兄弟用合体计吵架的逗区画面 只见弟弟供玩 骑在哥哥香菇背上 对着白柴朋友猛肺 四主表示 白柴是香菇跟供玩的朋友 那天是因为在家整天没吃饭 他妈妈就把饭带到草地 要给他吃 结果旁边的狗都虎视眈眈 要吃他的饲料 白柴又会护食 所以当炭吃的香菇要过去 就被废了 于是炒起来了 我家两只本来就会结党吵架 所以就变这样了 因为供玩又比较矮 又被我拉着 所以就骑在香菇上面废 才看得到 这天我带着憨吉到公园散步 遇到一只22公斤的柴犬圆圆 主人说要带圆圆回家 结果圆圆直接躺在地上不动 翻着肚子卖萌 怎么拖都拖不走 憨吉也一直充满疑惑地看住圆圆 我觉得实在太可爱了 就拍下来与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takes 혼빼 但因此 Invasion 不再食人 不再救ığı 《祖 çıkt装果》 李基脸 我吃了 赌 pirates ねscheinlich 加油 加油 丑能够 啊 啊 梦到充滿肉肉的天堂 这就是它最舒服的睡姿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好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哎 你很夸张 不要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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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想到 這次 我的心事 把我還給你 看不到 我這次 還給你 我已經到了 太扯了 我 我 我不喝了 我有 不行不要挖耳朵 挖耳朵 不行不要挖耳朵 挖耳朵就挖了 挖耳朵 挖耳朵 冰欸 你很累是不是 大冰欸 你很累是不是 你尾巴這樣動 你要累什麼 大冰奶什麼意思 大冰奶 躲 再躲 我就問是誰 鐵板變成沖沖大餅 是不是你們咬的 大冰奶 看我 是誰咬的 是不是你 鐵板面沖沖沖大冰奶 百面